大家好,我是布岩,这个植物呢叫叶仙 也叫叶仙林长,是嫁接这个蟹爪兰的好的栅目 因为它嫁接蟹爪兰的亲和力比较好,成活比较容易 而且呢这个造型呢也非常的容易 很多人呢都选择用这个叶仙来嫁接这个蟹爪兰 今天呢我们就用叶仙来嫁接 将这个叶仙的这个刺儿呢在这里给它去掉 刺座去掉,削一刀 然后将线软来的这个羊面给它这样削一个口 这个羊面呢是接受太阳的一面,是比较古的一面 然后呢将羊面削一刀,然后呢这样 用夹子给它两个伤口这样固定住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放在一两个地方养护十天 这个蟹爪兰呢只要坚挺不违捏就说明已经成活了 这两个呢是我用小的叶仙嫁接的这个蟹爪兰 都已经成活了 都已经有这个花苞了 今年呢就可以开花,因为这个叶仙嫁接蟹爪兰 不会影响这个开花,当年就可以开花 这个呢是用更小的一个叶仙嫁接的 也已经成活了 看看有这个花苞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更多的价介知识呢 请关注,谢谢大家